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看啊 第一局的话就大内奸啊 主公正对没这大内奸 主公选择了尿脆脚 他有些时候呢 输出起来啊 可能很快的干死一两个反对 但是呢又比较脆 又有可能后期又被其他的反对干翻了 所以说这一局作为内奸 能不能夹缝你求存存 对不对 那么开局也是非常的基本啊 两杀一闪一套 按理讲回合外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作为内奸 你前驱局势不能过分的好的话 还是希望有装备的啊 先不管这个了啊 这个暗号为假许 如果说跟主公要配合的话 一个雷击一个玩杀 有些时候还是很容易掉命的 结果上来就拆主公一张 然后火攻主公主公说 我就亮一张伞 红桃大点的伞 忠诚 Please kill me 有伞有黑桃杀我神迹 对吧 当然啊 至于加了一些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会批假许吗 那就他俩的 好吧 来到一个等号 这最诞程了啊 教主如果能引坎太到 教主不引批他一下 搞了个等号 教主表示悲痛了 这个是方便的伞啊 当时火攻向的 我记得是 红桃八的伞 啥意思 这个能有用的话 尽量还是用一下 免足之恨 可以额外一个 教主那张伞 还没有出 他出的是其他的伞 那这样一来的话 当时关羽平 他怎么出了个八点 没出勾点呢 难道房开始词呢 先不管了啊 咱们先干掉了一个反定 虽然说是被教主减便宜了 但是局势相当于是减化了 红包的伞终于出出来了 那么如此一来 你看到没有 教主是不是能有输出 是 你真的输出了 反正能缠这么多 希望 加许 临死之前 把牛鞋给我搞缠 能搞死最好 对不对 能搞死最好 至少给我搞财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局势 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全场来讲 是吧 你个鬼玩 你不先乱 你真是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你不先乱 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杀全民的 但是只能额外一个 凶翔袍 玩杀假许 这个人头简定了 有玩杀神迹的 这样一来 他本来以为 牛鞋能够死掉的 结果签名有点硬 签名有点硬的话 他就继续去推反递 他继续推反递的话 千万反递 别死得太惨 啥意思 你要死可以 但是你别送中村人头呀 别杀杀杀杀之类的 别死得太惨 那么我们 这个地方 又只能杀额外一个 但是有一个铁锁 太子词 学术 太子词命中 至少牛鞋能倒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尽祖中内反反 但是 两个反递是一粒鞋 忠臣也是一粒鞋 子公也是一粒鞋 我们作为内奸有良心 学术如果没砸脚 就更好了 但这个徐树的话 这规划子 这个时候杀教主 真的是单诚 贤蛋啊 贤的单诚 好吧 你贤你的蛋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教主的话 我只说一句话 你不批关羽 关羽搞死你 所以说批了他吧 批了他以后 我们假送人摸一张杀 休想跑 一杀碎 无论你杀谁 额外谁 都是按当前回人 历史的结算 所以说第一个 决算徐树 第二个 决算太子词 第三个 决算教主 他不是觉得 比较风骚啊 他故意杀教主 额外的这两个 你当时看那个指引线 但是不要紧啊 他们杀是同时成为目标 然后只是结算 有意思 是吧 成为目标是同时的 所以说从此以来的话 这最后一张杀啊 可以说具有非常高的风骚属性 你不得不承认 是非常风骚的 也是就是别人家的局势啊 你像你打的时候 不是再不那个 就是再不那个 他那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局势 一张杀 三个人 一轮轻 埃格朗 内奸 我身 自己如果有这个局势 也挺爽的 挺羡慕人家的 当然你说你也有这种局势 不管怎么样啊 如果你是要投稿 下方红色字幕啊 有油箱的 红色字幕写得清清楚楚 好的 这局我们依然是一个大内奸啊 每次进搞些压力大的事 那么二号位三贤内奸 还是有点脆的啊 如果尽量搞点装备 或者说啥啥啥 也不要太高调 要不然这个 是吧 左持主攻 别主攻没死 你被打成刷子了 是不是 你也别读他 你也别杀他 老老说说的 有装备挂装备 有什么 反正就是尽量为自己服务 好的 你看他接受重铸了 粘粘装备 直接过完美 你不要杀了 对不对 那么不练师的话 你会怎么撸呢 我们是三个 真的撸给我们了 但是你注意啊 张松没有给主攻陷徒 我们没有搞主攻 不练师打张松 绝对是跳中 直接反正 如果不练师是反正 他这么坑张松干嘛 他还不如直接阻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张松对他进行反击 行吧 那就是希望中反 把那个PK 更加激烈一点 是不是 你中反P的更激烈 到时候 了不起来个两败俱伤 那是最少的 但是呢 有些时候可能忠诚 你看上来就快顶不住了 但是张松也缠了 左辞也有后期的实力 所以说从局势上讲 对于我们内奸来讲 还挺好的 反正你也不能离婚女人 左辞现在当全是女人 一个性别还会变 他是人腰白了 谁知道他会不会变呢 是不是 我们他也不能离婚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哎呦 武术跳忠诚的话 还有点给街柔 如果说是正八斤 给布列师的话 那这个是真给了 也没有换布列师 也没啥了 这个是真给 真给的话 就是真中 那真中的话 你不妨来看一下局势 首先主攻的状态 非常好 然后路神 当前回合 进行一个反击 把卢树打残了 布列师一血挂了 路神一血挂了 叼残一血挂了 你说你怎么喜欢一血的呢 我就喜欢一血的 有些时候是吧 经过激烈的PK以后 大家自保都很难 哪有这么过多的套呢 看我们能不能回合 出盘阶段 去捡人头 然后到时候 踢乱摸一堆牌 如果路神的人头 捡到这三张牌 是当场的 等一会儿踢乱 是延迟的 然后我们能搞死貂残 再搞死貂残 如果能收到输出牌 立马搞死卢树 这样一来的话 看不收人头了 不收人头了 没有三堆牌了 这样一来布列师 死不掉 那就摸九张牌 然后再来捕你们 是不是 你也是漂亮的妹子 在我们面前 岂能让你得势 必须刺死他 刺死 是不是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就跟大招一样 啪啪啪 无刺无凶 断如手 一下子就很多张牌 主公还算比较良心 把我们相当于 把我们偷了皇后一张 你知道不 你不要以为说 他是偷你也偷皇后 以十几张牌 偷一张就偷一张 但是皇后两张 偷一张 我觉得主公 还是比较良心的 这样一来的话 皇后基本上 嗝屁了 反正如果皇后 出伞的话 假设正好有的话 或者说 求援主公 怎么怎么样 咱们也有后招的 不可能让主公 牵死的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又嗝屁了 就算没有这个年度 我们打死了皇后 又是一个 无刺无凶 断如手 那反正你又是 回合了一堆牌 今天猛烈的进攻 假设还供不下来的话 等一会 击乱以后 等一会 再等一会 就是一个赤酒 或者说啥那啥 反正还是比较浪的 那么前面都能这么浪 那号称ADD局 号称ADD局 又称别人家的武将 那会怎么样呢 主公选了这么大一个路程 我们是一个大忠臣 选王贵 任何我义 王贵跟路程 经典动作 皈依大法 什么叫皈依大法 首先第一步 将路程的手牌调整为一 然后你旗子的时候 无老的旗子路程 路程的牌 手牌被弃直的时候 你旗子不是要弃直他的牌吗 他给你连赢 然后路程的牌 有那个旗子摸一张牌来保证 这样就相当于你旗子的时候 非常大的 自己的牌没有损耗了 知道吧 那么希望能够搞一把 皈依大法 这个绑主公的家伙 这个呢 也是直接 也是不是什么好人 两个坏人 但是这皈依大法 倒是有点容易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主公会不会相信我们 按理讲皇后 盲王贵这种中年很强的人 皇后不像什么好人 特别是钱还叫两个反对 你是忠诚 你把我们盲成这样 主公相不相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就是主公相信了以后 我们好像初始的力量不足 就是本身能出的几张牌 没有几张可以出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哎呀妈呀 左辞这个容易算是神主公了 解锁一定要打 为什么 你重铸是一张 你绑前锁还是一张 因为是皈依大法 你只要能骑制 你的牌不会减少 还记得不 所以说但是主公比左辞 害怕左辞那个龙银没得牌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还有个小三人主 在这个前期 或者说我们王贵 没有连路的情况下 通过左辞去那啥 你一般情况 你无中是不能过牌的 就是通过骑制不能过牌 但是自从有了皈依大法 他关他怎么搞 无中无脑 骑制路神 还是皈依大法 所以说皈依大法 好 容此一来的话 这个左辞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对不对 左辞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又连路了 你不用一直到那儿 很累到那儿 龙银当富 龙银当富了 那剩下的 如果王贵自己的话 一打一骑制 是要损耗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骑制路神 你看 用一张摸一张而已 根本没有损耗 他这样一来的话 哎呀你还有一个特点呢 这局是ADD局呢 别人家的武将呢 啥意思啊 什么啥意思啊 我这一轮全端了 你信不信 我都莫名的有这种自信 这一轮全端了 皇后不好杀是吧 那么咱们属性杀灯案 然后你皇后通过接索掉血 然后单独火宫里皇后 得不是火宫灯案 等灯案死了以后 再去杀皇后啊 但是主公有一个腾甲 其实你说皇后不好杀吗 也不一定 对不对 就普上直接砍就是了嘛 对不对 当然啊 这些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就是 我知道一定会把全场推下去 我肯定知道 他一定能把全场推下去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又倒一个呗 又倒一个又拿牌呗 这火宫是吧 这基本上又是命中的呗 命中的是又是一个人头呗 还真有一个人头 最后这个内奸 居然最后被我们击溃 咱们先把春哥击溃啊 春哥如果是内奸的话 就结束 如果说春哥侥幸不是内奸 不要紧 咱再把左翅击溃吧 反正 因为春哥第一轮相当于也没动 他动不了 然后呢 其他的贤杂人呢 已经全部被解决了 然后我们被解决全场的时候 还剩15张牌 你看 你杀人用了那么多 结果你还能以15张牌获胜 所以说 得益于路神的神助攻啊 当然在自己成神之前 我们王帝开始也是表示的 你要不然你只能骑自那么一两下 你怎么发狂 所以主持的农营功不可没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需要投稿 视频下方红色字幕 sb张棍 atfoxmail.com 尽主持点托管啊 好的 谢谢大家